現在為大家介紹戰鬥各裝 公計15項 我依序介紹 戰鬥背心 手榴彈袋 步槍彈袋 背部抗張板 胸部抗張板 防護面具吸行帶 戰鬥腰帶 防護頭盔 嘴囊 防護眼鏡 戰鬥手套 護膝 護膝 護肘 戰鬥各裝吸行帶 以及我們的一日突擊包 新式各裝它的背心 它可以結合硬式抗彈板 還可以結合手榴彈帶 步槍彈帶 以及魔鬼端開掉的部分 它可以放運用地圖 筆還有筆記本 那它背心 調整帶都可以依個人 申請去做調整 它有一個最新的快拆環 當緊急脫快的時候 然後個人落水 去做拉扯 然後背心就可以去做鬆脫 戰鬥各裝領用到現在 也大約三到四年了 就我個人而言 升級最有感的地方就是頭盔了 它非常的輕量化 而且內襯 也有軟墊可以依個人的頭型做調整 對於長期在戰備演訓的我們 有時頭盔一戴就是整天 所以相較於舊式的功夫龍頭盔 這真的是一個大升級 以女性觀點來說 輕視隔裝 包覆性更加良好 即使是做任何戰術動作 也不會有一味的困擾 而且就算全裝配付上來的話 以女性來說也是可以成熟的重量 主要有比較良好的地點的話 是頭盔更加的穩定 然後腰帶上新增的戰術腰封 可以配掛更多戰術裝備 對身體的負擔比較小 因為新式的腰封的話 可以減輕對身體的壓力